637年的深秋 长安城内金素堆积 万家烟火 李世民登基称帝已六年有余 此时的唐朝正值盛世 天下太平 而在这太平盛世背后 推动着一批为唐朝立下汉马功劳的老臣 他们中的佼佼者 便是59岁的玉池靖德 玉池靖德本是一名沧桑老将 跟随李世民起家 立下呵呵战功 当年玄武门之变 正是玉池靖德一马当先 垂死了叛逆的齐王李元吉 救了困在竹林中的李世民 自此之后 李世民对玉池靖德付出了无限的信任与重用 然而 近年来 玉池靖德在朝中的地位却日渐堪忧 他性格暴躁 屡次在朝堂上冲撞大臣 亦使他在政敌中树敌颇多 更甚者 这些政敌开始在李世民面前诬陷玉池靖德谋反 这也让李世民对他产生了怀疑 在种种压力下 玉池靖德终于在637年秋 强烈要求李世民允许他告老还乡 立举动激怒了李世民 让本已产生怀疑的他更加确信玉池靖德必有一心 这场抢求退休的荒唐剧 又将上演何种惊天曲折 一 跟隋王共命运 玉池靖德生于578年 祖籍河东郡焚印县金山西省运城市 出自玉池市北祖大房 他少年时期生活在北周末年的战乱之中 目睹了隋朝的兴起与覆灭 二十岁那年 隋文帝下诏征兆壮丁入伍 玉池靖德依然加入军队 从此踏上了从容之路 他练就一身好武艺 很快便以骁勇善战闻明军中 隋阳帝在位期间 玉池靖德跟随大军征伐高沟黎 土玉魂 突厥等国 立下不少战功 611年 隋朝因阳帝的昏庸统治而土崩瓦解 玉池靖德也随波逐流 投奔到当时的宾州墓里渊门下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沧桑老将 经历了隋朝的盛衰 致使他看清了人士的无常 里渊见为池靖德骁勇善战 辨认他为衙内指挥使 封为左光路大夫 从此 玉池靖德便跟随里渊父子东征西陶 立下汉马功劳 二 玄武门 620年7月2日 是一个改变玉池靖德一生命运的日子 这一天 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爆发兵变 两军在玄武门交战 起初 局势对李世民十分不利 李建成依仗其太子之位 瓜分了李世民大部分心腹将领 李世民只得退守竹林 单枪匹马 瞬间陷入了绝境 就在此时 玉池靖德率领部下杀到 一马当先指导黄龙 将李建成方面的齐王李源及击毙 其他将领健壮也纷纷归顺李世民 才使他逆转了劣势 最终夺得了胜利 这场玄武门之变 玉池靖德可谓立下了汉马功劳 将李世民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 自此以后 李世民对他刻骨铭心 对他的信任无以复加 三、朝中臣服 李世民登基后 玉池靖德也随之登打顶峰 他先后担任左校卫大将军 左育前卫大将军等要职 成为了真正义上的心腹大将 每每出征 玉池靖德总是冲锋陷阵 意下无数战功 然而好景不长 在朝堂上玉池靖德却屡屡碰壁 他性格暴躁 做事冲动 经常在朝中与大臣发生争执 也因此 他在朝中树敌颇多 有一次 玉池靖德看到一名大臣坐在自己上座 当即暴跳如雷 破口大骂对方没有规矩 还在场的李道宗干预了这场争执 却被他一拳打得鼻青脸肿 差点失明 此事打动了朝堂 玉池纷纷弹劾玉池靖德没有礼法 李世民虽没有处罚 但也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通 玉池靖德这才意识到 自己在朝堂上已经风光不再 4. 谣言缠身 636年 有人向李世民密报 说玉池靖德已经与其王李元吉的就不够连 意图在关中启示造反 这个谣言虽然荒诞 但也让李世民对玉池靖德产生了一丝怀疑 为了试探玉池靖德的反应 李世民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许佩计他 这在玉池靖德看来无异于套他的脖子 因为他已有老妻 而黄女的身份又太高 娶了必遭非议 于是他跪地哀求李世民收回成命 一举动更加确信了李世民的疑心 他看到玉池靖德多次在朝中犯法滋事 心中不免对他产生了戒心 若非旧日恩情 只怕早已被他治罪了 5.告老还乡 在种种压力下 637年秋 玉池靖德终于忍无可忍 强烈要求李世民让自己告老还乡 陈已经59岁了 身体多病 军务也辛苦 望陛下开恩 让陈退休回家养老 玉池靖德与其坚决 李世民听后勃然大怒 振军机重任 正当用人之时 你如何能先请退位 两人争执不下 玉池靖德急得直接脱下上衣 指着满身伤痕对李世民嚷道 陈的伤 都是陛下起兵石流的血 我是和您一同造反的呀 李世民这才明白 玉池靖德之所以强求退休 是被自己疏远所逼无奈 他这才收回成命 但仍坚持要玉池靖德 继续辅佐朝政 六 一难平 玉池靖德回到家中 心中一难平 他明白 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以日渐堪忧 若不早些退场 只怕会被政敌所害 我辅佐陛下这么多年 立下了这么多功劳 怎么还会被人怀疑谋反 玉池靖德对老婆发泄着不满 我是应该退休回来 养老度过余生才是正道 老婆劝他道 你我老夫老妻 在故乡稳定度日才是正理 可你跟陛下情同手足 实在舍不得 不如再劝劝陛下 让他准你退休 七 退隐田园 隔年 玉池靖德再次请辞 李世民这才不得已应允 他亲自为玉池靖德送行出城 两人依依不舍 李世民还封玉池靖德为 零燕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并赐他金银财宝无数 已是对老部下的慰藉之情 玉池靖德离开长安 返回老家山西焚羊田园 过起了退隐生活 他将得到的金银财宝 分给儿女和相亲 自己则与老伴过着 简朴平静的生活 并无更多心思去理会朝堂之事 村民们见到玉池老将军回来 也十分欢迎 玉池将军当年随大唐平定天下 立下汉马功劳啊 村民们叹福不已 玉池靖德也终得已善终 享年七十二岁 玉池靖德一生跌宕起伏 可谓进退两难 他为唐朝立下不是战功 却在明争暗斗的朝堂上屡屡受挫 晚年更被怀疑谋反 不及时退场 只怕难逃一死 他的遭遇也反映出 大唐盛世下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 公告震主的老臣常被猜忌 退休之路凶险重重 正如历史上的不少名臣 尽管立下汉马功劳 但终究很难善终 玉池靖德幸运的是 他即使退场 才没有被彻底打倒 也许退休回乡 才是这些功勋老臣最好的归宿 政界明争暗斗 不如回归田园 一个远离纷争的安稳之地 都不存在 不知不合理 那是离线的 也是离线的 是离线的 是离线的 离线的